- 嗨 - 嗨 - 嗨 - 妳是高三快畢業了嗎? - 我沒有讀高中餒 - 喔沒有讀...現在不是十二年國教嗎? - 讀五專啊 - 喔~~ - 哈哈哈哈哈哈 - 差不多啦 - 差不多啦 - 差不多啊 - 五專生是不是基本上... - 跟大學生沒有兩樣啊? - 我們...可能是我們學校官比較多啊 - 那這樣有時間偷交男朋友嗎? - 昨天才被分手 - 不要哭... - 哭完了啦 - 喔哭完了喔? - 被分手喔? - 為什麼啊? - 沒有啦就... - 就和平分手啊 - 喔和平分手是他講的是不是? - 對啦 - 啊...我不會這樣對你啦 - 啊不不不不... - 不是啦不是啦 - 我不是這種人啦 - 講錯啦講錯啦 - 那...那你是什麼星座? - 哈哈哈哈 - 我... - 你講月份 - 月份喔? - 呃... - 叫你... - 你... - 你... - 母羊喔? - 嗯...厲害喔 - 靠北... - 靠北... - 三回啦 - 他就是母羊座的... - 我...我不是一般母羊啊 - 蛤... - 蛤... - 你是哪一般? - 二般三般 - 我是... - 好...好羊 - 蛤... - 蛤... - 幹嘛啦 - 那他是... - 太... - 太活潑嗎? - 還是怎樣? - 沒有... - 我們太快在一起了 - 太快在一起? - 為什麼... - 為什麼不行? - 沒有想好啊 - 沒有想清楚 - 我不會這樣啊,你放心啊 - 我會讓你慢慢了解我啊 - 哈哈哈哈哈哈... - 沒開玩笑啊 - 等一下說... - 講一句話就要笑一次 - 沒事啦,開玩笑啦 - 你很開心喔? - 跟你聊天開心啊 - 喔... - 我們要... - 互相了解一下,我們有前提的案子 - 我們不要急... - 我先婉拒你一下,好不好 - 好 - 好 - 好,OKOK - 因為畢竟當初一次我開口的 - 喔,是... - 欸,你主動追他啊? - 也沒有到追啊,就是... - 我覺得有戲啊 - 有戲是怎樣啦 - 啊,他有好感耶 - 喔... - 還會生氣啦 - 我沒有生氣啦 - 我沒有生氣啦 - 我沒有生氣喔 - 可是我喜歡你生氣的樣子 - 我跟他沒有吵架啊 - 你跟他沒有吵架... - 就... - 我覺得我們兩個之前是不會... - 不太吵架那一種 - 因為我們都很懶得吵架 - 他就是有點社會歷練嘛 - 那他覺得就是小事 - 所以他也... - 應該也是不太喜歡吵架那一種 - 他多大啊 - 對 - 就是社會人士是不是 - 啊,在工作 - 喔,我也是社會人士啊 - 非常的灰色,欸 - 那時候... - 就想說... - 我們應該是不太會吵架 - 因為兩個都很懶得吵架 - 牡羊座怕尷尬 - 所以不太會翻臉 - 可是... - 欸,不要親... - 欸,不要親... - 不要親... - 什麼不要親... - 你看... - 這樣把持不住,不要親... - 不要親... - 我沒有要親你... - 哈哈哈... - 喔,好... - OK... - 嗯... - 欸,是不是年紀差有點大啊? - 年紀真的是問題嗎? - 因為... - 我這樣講好了,你... - 你學生嘛,那學生就注意... - 同儕,同學,然後學業... - 那上班族就有壓力,就是他可能要養家了 - 所以這兩個... - 我覺得有點懸殊啦 - 對啊,其實這也是啊 - 嗯... - 就是看的點不太一樣 - 其實我覺得... - 我覺得很難過的是,對他來說都是小子 - 就是... - 假如說今天我... - 我跟同學吵架,我很生氣 - 嗯... - 然後... - 我跟你complete - 然後... - 你可能就直接跟你說 - 喔,不要... - 那就不要理他啦 - 這樣我就OK啦 - 呵... - 呵... - 喔... - 喔... - 那是小事 - 喔... - 我懂 - 但是... - 但是我就是很生氣 - 呃... - 這個解釋我懂 - 就是... - 我站在你男朋友立場 - 他會覺得說 - 你跟他吵架也沒什麼好處啊 - 就算了吧,對不對 - 因為我是牡羊座 - 我... - 我出社會... - 會類似這樣想 - 就不用爭了 - 就是趕快回家收工 - 對對對... - 但是... - 女生... - 女生比較細心 - 她會覺得說 - 嘖... - 呃... - 我今天不是要一個很正統的答案 - 這個其實我也懂 - 我需要一個人哄我 - 哪怕你騙騙我都沒有關係 - 對... - 對不對 - 對... - 我舉一個例好了 - 就是譬如說 - 欸我... - 啊老公我今天... - 不小心... - 呃... - 絲繩跌倒了... - 痛痛... - 然後那男生還說 - 啊靠你都不長眼睛 - 那重點是女生的心態是說 - 我要你秀蛇我啊 - 我當然是不小心跌倒了嘛 - 當然是我初心 - 但是我就是跌倒了嘛 - 你應該說啊秀... - 沒事沒事... - 你...對... - 你要講那個什麼 - 你不小心那個 - 你之後再講... - 欸對對對對對... - 哈哈哈... - 那不是現在講的... - 對應該是先哄... - 先哄一下... - 不會... - 不會... - 對然後你後面講的我會聽好嗎 - 但是如果你一開口就在那邊說你笨蛋 - 你不小心... - 這樣子就會很傷心... - 就是有點雪上加霜的感覺 - 對啊... - 嘖... - 我懂我懂... - 你看我懂你吧 - 蛤... - 很懂很懂... - 哎呀沒事啦... - 但是你要把持住啊... - 不要先告白啊... - 不會了吧... - 我們就真的... - 都是還是... - 還是對對方有好感... - 所以其實就是... - 現在還是朋友吧... - 是嗎? - 他已讀不回耶... - 喔牡羊座... - 牡羊座... - 嗯... - 我好像也是... - 偏已讀不回... - 我們... - 在一起到後面... - 用訊息阿天... - 反而越來越陌生... - 我對於他有... - 就是有... - 我覺得可以溝通... - 但是... - 我不會... - 我不敢跟他講... - 喔... - 了解了解... - 不過我說一個... - 題外的話... - 就是... - 雙方都沒有... - 想要故意傷害對方... -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就... - 還不錯了啦... - 只是說中間的溝通... - 有一些疙瘩而已吧... - 你在哭嗎? - 沒有... - 那你幹嘛... - 不講話... - 沒有啦... - 你不要哭啦... - 就沒有咩... - 不要哭啦... - 要哭到我懷裡哭啦... - 不會啦... - 不會啦... - 不會是打槍我是不是啊... - 我那時候在哭... - 沒事啦... - 沒事啦... - 欸... - 會傷心代表你重視他... - 這是一個... - 好現象啦... - 沒事沒事... - 那時候我們在討論... - 生日禮物... - 然後... - 然後他就問我想要什麼... - 但是我... - 我沒有缺啊... - 我跟他說什麼都不用... - 這樣... - 然後... - 然後... - 然後後來他就說... - 真的啊... - 你就講... - 這樣... - 我說... - 我說... - 只缺你... - 這樣... - 然後... - 然後... - 我是... - 唉... - 我講一講... - 我就自己很難過... - 因為我想說... - 就... - 這麼遠啊... - 然後就不能見面... - 你是遠距離嗎? - 然後... - 然後... - 然後... - 他就問我說... - 尬哭... - 我說... - 我說... - 我說... - 沒有啊... - 就很想你,這樣... - 然後呢... - 然後... - 然後... - 但是我... - 我怕尷尬... - 我現在秒... - 我就把眼淚收... - 然後呢... - 我就說... - 妳知道要跟我說什麼嗎? - 嗯... - 她說... - 好啊... - 沒事就好啦... - 靠北喔... - 認真... - 認真還開玩笑啦... - 他那個... - 是... - 還是... - 不是我剛剛的那個語氣... - 但是他講的字是哪樣? - 女生還是希望說... - 妳再多問候我兩句嗎? - 哪怕... - 妳... - 妳... - 妳好歹講個兩句說... - 我就說... - 沒關係啊... - 我們就... - 不久後就可以見面的話... - 妳回... - 妳回家那就OK啦... - 嗯... - 什麼意思? - 我覺得有一個... - 方法... - 妳可以... - 就是... - 如果你還喜歡他... - 很想跟他經營下去的話... - 以後可以用講的... - 就可以提示他... - 因為男生跟豬一樣啊... - 譬如說我是那隻豬頭... - 然後妳就跟他說... - 欸... - 妳都不先哄人家啊... - 妳可以比較... - 呃... - 我講... - 喔... - 妳不用跟我講啊... - 我知道啊... - 以後不會有這個問題啊... - 嘶... - 蛤... - 難道嗎? - 欸... - 不哭不哭... - 眼淚似珍珠... - 我抱著妳這隻豬... - 哭... - 不哭啦... - 好的... -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... - 如果小影片的話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絲專頁幫我按個讚... - 也可以到Twitch實況這邊跟我做一個即時的互動... - 最重要的是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... - 並開啟你的小鈴鐺... - 妳就可以得到我發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囉... - 那我是李廷,我們下次見吧... - 掰掰... - 該不會妳現在在做影片吧... - 哈哈哈... - 欸... - 欸妳很聰明欸... - 妳很聰明欸... - 靠,妳認真了... - 正... - 呃... - 我有錄製啦... - 但我沒有直播啦... - 我都會問對方看了不能借我剪... - 妳可以借我剪嗎... - 好啦... - 放啦... - 哈哈哈... - 謝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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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